美国总统川普将于11月初访华 朝核问题是双方会谈的重点 专家分析 川普政府最近动作频频 是在向北京发出信号 敦促其配合美国解决朝鲜问题 即将访华的美国总统川普25号与习近平通话 他表示期待与习在北京会面 就加强美中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 川普曾在福克斯电视专访中表示 习近平已经有权利对解决朝鲜问题做出重大举动 白宫日前表示 这次川普访华将主谈经贸和朝核问题 专家认为中共以往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一向做做停停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目前正在访问印度强化美印合作 国防部长马蒂斯则在菲律宾与日韩两国防长举行三方会谈 同时美军正在罕见地调遣第二个航母战斗群前往朝鲜半岛海域 这一系列行动被外界视为川普出访前向北京发出的信号 中共十九大让习近平登上权力顶峰 但他是否会运用手中权力配合美国 遏制金正恩的合资野心各界都在关注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